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在这个节骨眼 这个金专五国的这个 这个元首没有一个缺席 而且逐期举行 这个在普丁的这个心里面 感觉是风雨雇人来 风雨雇人来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普丁受西方国家 尤其美国带头 欧洲在旁边这个帮枪之下 他变成世界公敌 一切都把他当作一个恶魔化 把他妖魔化 俄罗斯也受到 所有西方国家能够使出来的 各种制裁方式的 这种强烈的这种攻击跟煎熬 所以对普丁我觉得 这个过去的一百多天 是他人生里面一个相当难忘的一个经历 那这个场合就是他走到世界场合舞台上来 而且是一个重要舞台上 这个五个国家代表了世界 好像百分之四十人口吧 对百分之四十人口 那这个分量代表性是非常强的 而且这里面有都是大国 哪一个不是数亿人口的大国 对不对 而且国土也非常辽阔 国土更大 国土更辽阔 所以真的是说起来对普丁有特别的意义 而且在这个里面 我想这里面就普丁来看的话 都是什么叫 都是这些患难之交了 是 那么这些朋友在这个俄乌开战以来 都没有对俄罗斯二远相想过 而且都是基本上 我想在过去一百多天 都实质上给了俄罗斯很多帮助 所以这一场峰会 我觉得如果说是 独对普丁有特殊意义来讲的话 我想应该为过 所以普丁你可以看出来 他在里面对很多国家已经进行回报 也指出他的国家的未来的方向 我想俄罗斯过去 他这个从彼得大力开始 这个西化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大概普丁 在他这个他已经花下一个休止 俄罗斯不再是每天就想着 做成一个欧洲国家这个梦 俄罗斯要变成这个世界上 一个新的一个独立的个体 然后他的朋友是对他好的朋友 对他好的才是他的朋友 那我想他的这些朋友将来 也可以分享到俄罗斯 丰富的资源 强大的军事能力 跟这个不屈的斗志的 这样子一个国家的一种回馈 的确这次你看 这个普丁讲了一堆很多内容 等一下我们会好好的来分析 不过就是展现出 现在他重新就回到这个国际舞台 毕竟这也是在2月24号 他的这个所谓的针对乌克兰的特殊性军事行动之后 第一次能够在这个国际的这个论坛上面 这个峰会上面呢有这样的一个发言 不再只是说那种独白啦 或者是针对这个西方国家说的这些种种 在那里自己来表态 那这一次当然对于普丁来讲很重要的话 这个介大使刚刚说风雨雇人来 我想他是点滴在心头 但是主角是谁呢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啊 你别忘了这次这个视讯峰会是北京视讯峰会 我请教一下院老师 是的 这次在这个峰会当中论坛开幕 习近平是发表了视讯演讲 就他里面其实讲了蛮多 我想这几个我们大概差不多 理出三个要点 那您帮我们看看因为他第一他讲 制裁是双刃剑 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利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 肆意的制裁终将损人害己 这个就是在针对讲 俄罗斯被西方国家制裁的事嘛 那他表示了不满 第二一些国家要实施脱钩锻炼 购筑小院高墙 企图赌别人的路 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 我想大家第一个会想到就是中美贸易战嘛 那美国是不是自己伤了自己呢 第三就是霸权主义集团政治以及阵营对抗 不会带来和平安全 只会导致战争冲突 迷进势力地位 扩张军事联盟 牺牲别国的安全 谋求自身的安全 必然会陷入安全的困境 那这一点呢 我们马上也就想到一些西方国家 去组的那些小圈圈了 来请赵老师 我觉得啊 这个这次这个金专五国会议刚好在北京召开啊 它非常非常具有特别的意义 我甚至会认为 这个达到今天呢 整整四个月了嘛 基本上的话呢 俄乌之间的军事冲突到现在的话呢 是一个图穷比奶显的时代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这边的讲话的内容啊 基本上就是把中国这次挨到美国一些闷棍以后呢 一股脑整个就发挥回去了 他这里面讲的每一件事情啊 这个基本上立场跟我们投桥开场讲的立场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帮他做了个铺材 他这里面就是强调了 首先第一个 美国一直在警告中国不要走在历史的错误那边 习近平讲清楚的时候 不是错误是你们错误 这刚好就是打了一个巴掌 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就强调说是 我们经济上的制裁的话 有史以来最严厉的 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制裁不但没有效果 世界上自己损害的情况非常大 这个基本上的话呢 这个制裁不但没有效果 还让俄罗斯发现 能源很有用 卢布很有用 这个这一切的话呢 这个发现 这普丁讲了很硬的话 说我们要多几的社会 我们不要以前就一几的社会 然后第三个重点的话呢 就是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去年的时候的三月份 在安格拉奇开的会议当中 杨洁篪对于这个布林肯跟苏利文讲说 你们不要不能再从实力的角度 来对我们做事讲话 这里面就讲到了 这个实力的情况下 就是说根本就不认为你有实力 所以从金专会议里面讲法的话呢 就是要实现未来这个多级社会 今天算是一个宣告 其实也是个习文 习文就是作战之前的写的文章叫习文 意思也就是说是从现在开始 金专五国目前为止 可能赶不上你的五眼联盟 但是基本上的话呢 五眼联盟是什么事都是昨天好 但是金专五国的话是未来都好 所以说这个五眼联盟跟金专五国之间的话呢 就人口就土地就资源来讲 大家可能会展开一个新的世界竞争的这个状况 是 没错 那所以现在呢 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互别苗头 但是呢如果西方是处处针对的话 相信这些开发中的国家 那么尤其像是金专五国 那么都要走出自己的一番路 西方国家制裁 俄罗斯是转向金专国家 我想刚刚其实介大使有稍微谈到一点点 没有错 俄罗斯的普丁表态了 我当然要跟金专国家一起什么 共力共好啊 对不对 今年前三个月俄罗斯跟金专国贸易额增加了 大概38% 这普丁讲的 然后呢现在还要讨论增加中国大陆的汽车 在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 以及在俄罗斯开印度连锁超市 哎呦 所以要给中国一份礼 还要给印度一个礼了 那刚刚在前面一开始我们也听到 这个普丁其实他不是在发表视讯演说吗 结果他里面讲到说俄罗斯的金融资讯交换系统 会对所有金专国的银行来开放 欢迎你跟我们好好的一起来什么做交易嘛 莫斯科正在寻求不依赖美元或欧元等货币的新的交易方式 哎好了 马上不是金专国家的菲律宾倒是在这边呢 说我们也很想要加入菲律宾说考虑接入俄罗斯金融信息传输系统的可能 菲律宾没有对俄罗斯实施任何的制裁 哇韩冰你看这个话一讲出来以后马上就有人有兴趣了啊 当然啊因为其实现在看起来整个世界好像慢慢又重新回到冷战时期 因为冷战时期就是大家壁垒分明然后各玩各的 那现在美国是把俄罗斯又重新逼回那个路上 所以俄罗斯当然也要积极寻找他的盟友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是以前共产国际的苏联老大哥了 他必须重新再找一些盟友出来 那刚那个大使跟教授都已经提过了 这五个金专国家其实真的是举足轻重 人口占了40%土地占了30% 然后这五个国家其实都是算是介于发展中的国家 正在蒸蒸日上正在往上走 所以这些国家的发展可能性很大 反而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其实显得有点默契沉沉 也就是他们已经经济停滞在那边一段时间 虽然他们都是富国都很有钱 可是看起来未来的发展好像也就是那样 你看最近这二三十年他们就是在那边起起伏伏这样做 所以看起来比较像是未来 整个人类世界希望比较集中在这些发展中的国家 所以他们他们的份额都很大而且一路往上走 那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他们他现在能够争取的也就是这些国家 而且为什么一到三月他们的份额突然之间增加38% 因为其他国家不跟他交易嘛 就这么简单 你被迫你非跟这些国家交易不可 那这些人是在俄罗斯被逼得最紧的时候 还愿意跟他交易的国家 那将来当然就是他们一定彼此发展更加紧密 这是整个世界的局势就是这样 这不会变的 只是现在虽然可能变成一个新冷战时代 那冷战的龙头换人呢 也就是过去可能是以俄罗斯为首 现在变过来变成可能是以中国为首 没错 对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虽然这个倡议者看起来好像是普丁 可是我觉得整个长期人变成中国大陆 所以我觉得美国大概又要陷入另外一种冷战思维焦虑 那这个大概是未来二三十年整个世界的主軸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喔